翠花在家被当牛一样使唤,该干的重活一样也不会少。 刚刚下过一场大雨,山间的小路还是湿漉漉的,翠花和婆婆便又开始了日常清理牛棚的工作。 雨后的山里空气格外清新,而且没有了太阳的暴晒,也不会出得满身臭汗,只是雨后的牛圈更加不好清理。 地上的枯草混合着牛香香,和湿漉漉的不明液体散发着浓郁的次第气息,即便是闻上一下都令人作呕,他们却毫不顾及用手在地上抓来抓去。 你要说他们勤奋确实也够勤奋,而且也颇能吃苦,不怕脏不怕累,只是干起活来没有巧劲,也没有趁手的工具。 但凡能有个锄头或者拿个粪茶,清理牛圈也不至于这么费劲,他们并没有这些工具,所有工作全凭双手。 不得不说翠花是个吃苦耐劳的女人,虽然谈不了上得听堂下的厨房,但是做起事来从不偷懒毫不含糊,完全能够独当一面。 清理出来的垃圾由于太过潮湿,背的时候还需要垫一块塑料布,才不至于把衣服弄脏,本来这一筐枯草并没有几斤,在牛香香和雨水滋润之后变得格外沉重。 翠花用头背着筐子来往反复数次,累的也是大汗淋漓,整个人感觉有点虚脱,脚下都没有了力气,走起路来一摇一摆,好像这些工作天生都应该是女人负责的事物。 老公公和天来躲在牛棚底下,避着雨翘着二郎腿,小栓从牛棚里探头探脑,似乎觉察到母亲太过劳累,便跑过来帮着翠花一起抬框,看来翠花这个儿子总算没有白养。 别看小栓平时嬉皮笑脸满不在乎,关键时刻也能给翠花帮上忙,也算翠花没有白疼她一场。 请继续观看,别人家都是撸猫撸狗,翠花一天到晚不是撸草,就是撸牛粪。 雨后的牛圈清理起来特别肮脏,黄黄的雨水多少透着点恶心,湿漉漉的枯草落叶配上油香香,散发着浓郁的味道。 翠花和婆婆顾不得许多,弯下身子捧起来往筐里装。 翠花蹲在地上,食指弯曲微微用力,在地上可劲儿抓来挠去,将杂物归制到一起之后,摒气凝神捧起来,趁着自己还没有闻到味道,便快速地装进筐里。 翠花吃苦的精神,确实值得我们很多人学习。 老公公披着一件破雨衣,光这两条老寒腿,晃晃悠悠地在山坡上闲逛,也不知道过来帮忙,确实是人生皆苦。 每个人的生活好像过得都不那么容易,即便在我们看来翠花这样平淡生活背后,也要付出万般的艰辛和努力。 很多人还想要组团到翠花家里体验生活,不知道你有没有勇气跟他一起露牛粉,看来连个山里人都不好当,最起码我们确实没有他这般能够吃苦。 干了一天的重活之后,晚上回到家,天来准备宰身一只老母鸡考劳辛苦的妻子,天来捉了一只鸡,用清水给鸡木鱼让鸡做好更衣的准备。 趁鸡不注意,架在炉火上烧去鸡毛,这也是当地人惯用的处理方式。 据说用这种方式处理出来的肌肉,不但表皮焦黄,而且还会带有草木的倾向,只是这样烧得黑曲曲的看着有些不太卫生。 不过高温焚烧之后,其实也并没有什么大碍。 今天家里要说辛苦的,当然是翠花和婆婆,天来和公公只是放养牛羊并不劳累,所以翠花坐在身后,一边喝水一边休息,一边等待着天来给家人煮饭。 请继续观看,这只活蹦乱跳的黑母鸡,将在片刻之间魂归故里,被天来强行给鸡木鱼之后,架在炉火上更衣,今天翠花和婆婆工作辛苦卖力。 背了一天牛粪类的腰酸背痛,天来准备宰上一只母鸡给妻子补补身子,孩子们一个个簇拥在父母身边,两眼直勾勾地盯着天来手里的肌肉, 恨不能直接咬上一口,毕竟他们家里吃肉的次数不多,其实说起来翠花家里养的鸡道也不少,家里的老母鸡一年到头要做好几次窝,只是在这种纯野生环境下, 小鸡的成长之路比较坎坷,他们家没有给鸡剪造鸡舍,所以夏季的夜晚难免会被黄鼠狼叼走几个,这样一年到头最终也落不下几只,天来坐在地上用镰刀将鸡肉切成小块, 这种走地鸡沾满黄色的鸡油,即便看起来很瘦,吃起来味道却极好,颇有咱们小时候鸡肉的味道,是纯正记忆中的鸡肉味, 鸡肚子的鸡油放入锅中先煸炒出油脂,接着撒上咖喱粉和小茴香,再加入砸好的大蒜炒香, 随后将切好的鸡肉倒进锅中大火煸炒,土鸡肉在咖喱粉小茴香的共同作用下,散发出浓郁的香味,馋得人口水直流, 只是这只鸡太过瘦小,一盘鸡肉看起来也没有多少,如果让我放开吃,我一个人都未必能够吃饱,这却是他们一家人的食物, 碎花在翻炒过的鸡肉中倒入半锅清水,大火炖煮上五六七八十来分钟,鸡头鸡脚也不能浪费, 放在炉火里烧到半生不熟后,先让几个孩子结结馋,不多时饭菜便已做好, 鲜美的土鸡肉自然要配香喷喷的大米饭,碎花给每人盛了一盘米饭,配上几块鸡肉, 婆婆比较顾家也心疼几个孙子,把自己盘中为数不多的几块肉分给翠花和孙子孙女, 自己也只是吃点鸡汤泡米饭,如果能够给这锅鸡肉配上半锅土豆, 做成一锅咖喱黄焖鸡,想必一家人会更为满足,可惜翠花没有这个烹饪技能, 他们饮食也不会搭配,一家人坐在地上大口大口吃起来,享受着这难得的美妙时刻, 感谢观看,谢谢关注,下期更精彩。 翠花今天去牛棚一直也不见回来,小女儿平时比较念翠花,便一直哭个不停, 直到天黑以后,翠花才回来,顾不上休息,把小女儿背在身后, 便又来到山坡上采摘萝卜叶,准备给家人煮饭吃, 这些萝卜播种的时间很短,底下的小萝卜完全没有成型, 翠花也顾不得许多,毕竟吃饭要紧,而且萝卜采摘以后还可以再继续播种, 他们这里并不像咱们四季分明,这里一年四季温差不大, 植物们也乱了季节随波随涨,翠花一边采摘萝卜叶, 一边哄着身后的小女儿,显得她特别劳累特别辛苦, 确实每个家庭都有每个家庭的不义,正可谓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, 随后翠花在水龙头下给锅里灌满清水,架在炉灶上准备煮饭, 今天天色太晚,翠花决定在屋外煮饭,主要在屋里烧火容易呛得睡不着觉, 屋子的透气性不好,睡一晚上浓烟也没办法散去, 这沿方形的金属灶台,是翠花家为数不多的像养家具, 全金属的台面彰显着豪华,结实和耐用, 接着翠花来到屋里头,给平底锅里舀了半锅大米,准备煮大米饭吃, 其实像此时天色比较晚的话,煮玉米面团相对来的较快, 但是家里面的玉米面粉恰好吃完,想要再吃的话还要现磨, 更耽误时间,而且翠花一天干的活也比较累,现在实在不想去转动石墨, 讨好的大米直接放进冷水锅,无需等到水开, 这种绵软的火力,想要煮开这样一罐冷水需要很长时间, 翠花坐在旁边,一边休息,一边给小女儿吊着空来, 当米饭煮到吸干水分后,即可盖上盖子, 小火焖上五六七八十来分钟, 趁着焖米饭的功夫,翠花来到水龙头下清洗萝卜叶, 请继续观看。